現代人吃東西 是太好了 在中國大陸 要開放之前 大家都一直在建設 每一個縣市 都要找一些特殊的東西 要報給中央 其中有一個縣 他找不到東西 最後 他就看到一個 老人家 活了一百多歲 他就問他 老人家老人家 你可以活一百多歲 到底是有什麼 秘方沒有 老人家說沒有啊 沒什麼秘方啊 所以這個 這個縣的書記 棄而不捨 來了好多趟 你如果可以把這個秘方告訴 國家中央的話 中央會給你一筆獎金啊 要不要 老人家說好啊 你既然想知道 那你明天來 那個縣委書記就 隔天就到他家去 這個老人家就給他一個紙條 這個紙條是什麼 常壽秘訣 各位 想不想聽 想 他只有幾句話 他說 粗茶淡飯 還有呢 清新寡意 結束了 這就是長壽秘訣 那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有沒有粗茶淡飯 清新寡意 很難齁 外面好多吃的東西 就是想多吃一點 想去嘗嘗鮮 對不對 哪裡有好餐廳 我想去吃看看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很難達到這種現象 所以呢 因為有這種特質 尤其現在 現代人 有這種特質 所以最後 最後 就達到一種效果 我們人吃得越好 這個疾病就越多 所以 經過調查 現在 中國大陸 的 富豪 中國大陸富豪 現在平均壽命 49歲 為什麼 因為 官司很大 權力也很大 對不對 應酬也很多 那血更是龍 對不對 應酬多 血就龍了 那命是短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只有活到50歲不到 所以 這些 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人很多的疾病的毒素 都是這樣吃進來的 所以所謂 百病有百因 百因毒為首 好 我們血液 就是我們的問題 各位 如果看看 你有沒有血液龍的問題 你可以把你的手伸直 看看你手紅不紅 如果很明顯的紅 不是白裡透紅 就代表你的 你的什麼 你的血液是濃稠的 如果你的末端是變成黑的 那就代表你的 你的末梢血液循環稍差 甚至晚上睡覺手會麻 這些都很容易自己被看得到 檢驗到自己的身體狀況 那我們今天要找到這個病因 疾病 疾病就可以消除 好 那上面就是我們要講的架構 好 那疾病如何形成 血液問題造成 毒 毒亂 人體的自益力問題 還有改善血液品質 生活的處方 好 好 我們看一看 我們每天在製造疾病 但是呢 我們一直想要去治病 那你想要治病 不如不要製造疾病 對不對 那是問題 我們每天在製造疾病的壓力 但是 好像有一點難過 就想要去治病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 就像我們現在 寶特瓶很多 我們每天在拿著寶特瓶 在喝水 在喝飲料 他說我們要做環保 趕快把寶特瓶回收 回收了以後呢 還可以做什麼 這個叫做環保 先破壞了 還可以再 恢復原狀嗎 好像沒辦法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 處在這種矛盾當中 先做環保 那現在做環保 尤其現在很多人在飛 吃素要救地球 真的嗎 那為什麼吃素要救地球 不吃素不能救地球 這個大家想想看 所以我們的觀念不通 跟我們的觀念不通 跟我們的疾病 具有息息相關 你看我旁邊有一個圖片 你看看 那一頭是犀牛對不對 那犀牛是 他每次畫一張圖片 都會有一個犀牛腳在前面 你有沒有看到 有 有齁 啊好奇怪啦 怎麼天下的萬物呢 都有長一顆犀牛腳 有沒有 那就是代表什麼 人的觀念 你找這個觀念喔 搞錯了 永遠都是錯 有沒有 那每一圖畫都會有一個犀牛腳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觀念 決定你的疾病的模式 是不是 所以我們人為什麼會有 慢性病 為什麼會有癌病 是不是 那就是我們的觀念 如果觀念不改 你再怎麼治都沒有用 所以 現在的慢性病越來越多 那天有調查過 總共二十個人 有十六個人家庭有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膽固醇 高尿酸 或是糖尿病 對不對 二十個人裡面有十六個人 本身或是家庭有 比例高不高 太高了 那這個代表 我們現在的健康觀念 是不是很正確 正確 有在考慮 你看我們現在在醫院去 這是明醫 今天看了一百個 哇好出名 大家都來掛他的號 明天掛了兩百個 哇更出名 後天掛了三百個 那是真正是 他前面一百個也沒有治好 第二個一百個就來治了 對不對 第三個一百個又來治了 明醫耶 但是他從來沒有幫你治好過 他只有控制 控制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明醫 所以這個就是思維 因為 既然沒辦法根治 就代表我們的觀念有問題 好 所以 釜底抽薪之道 就是我們常常習慣到果為宜 慢性病或是癌病 其實都是不良的生活習慣病 好 那我們習慣性去控制他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高血壓 高血壓是因為我們身體 有一個自動控制系統 因為 我的腦 我的身體 需要更多的氧氣 更多的養分 所以 他通知這個血管 血液流速要加快 對不對 要加快 因為他有自動控制系統 所以加快的時候 這個血管的血壓 就大了 那叫做高血壓 這樣了解吧 那為什麼要 像流速快的時候 他變成壓力 因為裡面的堵塞了 對不對 太吊吊了 那這個堵塞從哪裡來 就是因為從我們平常 生活習慣不良造成的 所以你在怎麼用這個血管擴張劑 還是沒有辦法去解 而且越吃越多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如果是症狀控制 那這個疾病是沒辦法去痊癒的 所以 五高症 有沒有聽說過用藥 可以痊癒的 有沒有人這樣 可能要吃一輩子的藥 對不對 越吃越大把 從兩顆三顆到五顆 八顆十顆 像我在家裡看到我藏母娘 齁 那個都這麼大發 還是你叫他不吃 他不能接受耶 心裡怎麼樣 不安 因為我血壓一百六了 不吃很難過 因為我怕 心裡害怕 對不對 但是我們常常問他 你頭有沒有暈啊 沒暈耶 沒暈就不要吃 一次不吃可以嗎 試看看好不好 沒有暈一次不要吃 一次不吃 沒事齁 你下一次吃要時間到了 有沒有暈 沒有再不吃可以嗎 你試試看 或者是你減半吃 慢慢把它減掉 開始改變我們的習慣 好 所以 因在哪裡 因就是從我們的生活型態 生活習慣來著手 人如果不改善這個東西 所以 有些人說 我有遺產病耶 因為我爸爸有胃癌 所以我也是有胃癌的 正常的 因為我爸爸有大腸癌 所以我有大腸癌 是正常的 因為我爸爸高血壓 我媽媽腸藥病 所以我有高血壓 腸藥病是正常的 是不是這樣講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跟你爸爸媽媽 是不是吃同樣的菜 吃同樣的飯 做同樣的生活 是不是 所以 換一個角度 可能不一樣齁 像我爸爸 我大姐都有P&R 但是我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從小被賣掉了 賣到別的家庭去生活 生活習慣不一樣 所以 他們有的我都沒有 我有的他們都沒有 因為我在這裡生活的那個習慣 跟在那裡的生活習慣不一樣 所以 他們有的毛病我沒有 我有的毛病他們沒有 所以 生活習慣是治病的原因 症狀是疾病的經過 你的生活習慣是你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你現在可能 我脊椎哪裡受傷 你會想回想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 我這裡有撞過對不對 他只是沒有發作 現在發作 是不是這樣 你會回想一下 這個是原因 那你真正的現在得到的就是果 這是一個果而已 所以 慢性病的根源 因為是你每天 重複做什麼事情 再回想看看 你再回想看看 你每天重複做什麼事情 重複吃什麼東西 重複吃什麼樣的食物 那你就會得到那種病 你再回想看看 先靜下來再想想看 欸 搞不好你就可以找到那個鹽蔭 你把那個鹽蔭咀嚼了 他就不會生這種病了 所以 我們現在人 吃東西很多都吃錯 我這裡的相片 這個菜豐富嗎 以前我在服役當兵的時候 我那個部隊是吃得很好的 人家是四菜一湯 我們是六菜一湯 而且規定一定要有魚有肉 做這麼好的 那裡阿兵哥 都在抱怨 菜色都差不多 沒有改變 那時候我當一個班長 我就問他們 請問你們家有吃這麼好嗎 沒有人說 我們家吃得比部隊好 但是他還是在抱怨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習慣 吃同樣的東西 他不舒服阿 那我們這裡 吃這麼多的東西 那我們會製成 無聲喔 會一直在脖子裡 放個頭 放個頭吧 袋子太大了 袋子太大了 要買了 袋子太大了 袋子太大了 像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就吃到很多叫做收水油 以前不知道 因為那個採買為了便宜 一桶少兩千塊 所以買那一種少兩千塊 好棒對不對 很便宜 因為兩千塊會放在他口袋裡面 我們以前在採買的時候就講 這個月我當採買 Vispa我買了前輪 下個月再當後輪買了 再當一次我就會買一台 這開玩笑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但是 你吃什麼東西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病 這是正常現象